您好 欢迎您走进Mac学院的Python数据库编程课堂 本讲的主题是 Python数据库应用程序接口2.0感标准介绍 在Python语言中 设定了一个数据库应用程序接口的标准 其设定标准的目的是 统一数据库操作的界面 也就是对于各种不同的数据库 它的操作界面是类似的 或者是相同的 当我们使用这种标准的数据库应用程序接口 来操作数据库时 如果在信息系统中需要切换后台的数据库 几乎不用更改数据库的有关操作代码 只需要更改数据库连接的参数就可以了 这就是Python语言中规定 数据库应用程序接口标准的目的 在Python数据库应用接口标准2.0中介绍 其主要对象包括连接对象 预标对象 以及描述操作异常的对象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连接对象 连接对象是由connect函数成功连接数据库后返回的对象 当我们调用connect函数时 我们需要提供数据库的相关参数 比如数据库服务器的地址 数据库服务器的端口 数据库的名称 以及用户名 密码等 当这些参数在数据库中验证成功以后 这个函数就会返回一个连接对象 对于这个连接对象 我们有一些操纵的方法 在数据库应用程序标准中规定 这个连接对象应具有以下几种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CUS 这个方法用于返回操作数据库的游标 它所返回的对象 是我们操纵数据库主要的对象 而且我们调用这个方法时 不需要提供任何参数 第二个方法是KMIT方法 这个方法它的主要作用是事物提交 所谓的事物提交 就是将刚刚所操纵的数据库更新 全部提交到数据库 这样就相当于我们的操作 保存到数据库中了 第三个方法是Rowback方法 这个方法它的作用是事物回滚 和事物提交呢 很好相反 所谓事物回滚 就是将刚刚没有提交的 这些数据库操作进行撤销 也就是不保存刚刚的数据库操作 第四个方法呢 是Close方法 Close方法它的主要作用 是用于关闭数据库连接 使得应用程序与数据库连接 与数据库之间断开连接 这就是连接对象 它所提供的方法 它是我们操控数据库的第一步 也就是要建立数据库的连接 然后呢 通过建立数据库连接后 返回的连接对象 来获取游标 然后通过游标呢 来操纵数据库 最后进行事物提交 或者是回滚 然后呢 是关闭银接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数据库应用程序 变成接口2.0版中的游标对象 游标对象 是调用连接对象的CAS方法 返回的游标对象 这个方法 我们刚才已经提到 它是不需要提供任何参数的 对于这个游标对象 它的主要操纵数据库的方法 如下 第一个方法 是用于调用数据库中的 存储过程的这么一个方法 当然 我们需要提供这个 存储过程的名称 以及这个存储过程 运行时所需要的参数 第二个方法 用于执行SQL插取语句 也就是我们上节课介绍的 Fileg Insert 像CreateTable 以及Update等等 执行这些SQL插取语句 我们提供的参数 是以字符探的形式提供的 当然 我们也可以进行参数化查询 也就是在SQL插取语句中 使用参数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方法的参数的 查语语句字符探的后面 再提供一个参数列表 那么这就是第二个方法 第三个方法呢 是以序列中的参数 执行多次SQL查语 那么实际上呢 它相当于 第二个方法的 执出力版本 也就是 这些参数的操作 统一使用的是 一个SQL查语语句 也就是这个字符算 当执行这个方法的时候 将参数序列中的所有参数 依次带入这个SQL查语语句 然后呢 就可以通过多次执行 SQL查语语句 将参数带入以后 进行操动数据库 下一个方法是Fetch1 这个方法 用于获取查语结果中的 一个数据行 当我们执行查语以后 就可以调用优标对象的Fetch1 获取查语结果中的 一个数据行 比如查语中的一条记录等等 下一个方法 就是获取指定量的 查语结果中的数据行 当然这个指定数量 是有一个默认值的 等一下呢 我们会提到 Fetch2这个方法 它和Fetch1方法不同 从这个名称上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它是一次性获取 所有的查语结果 当查语结果内容较少时 我们可以使用Fetch2这个方法 来一次性获取 所有的查语内容 如果查语内容过多 此时我们使用这个方法时 可能会占用大量的内存 NextSet这个方法 是用于所有查询结果集 当前结果集的下一个结果集 它的意义是 当我们使用Select查询数据库时 可能会获取多个结果集 那么对多个结果集的操作 我们就需要使用NextSet这个方法 同时对于优标对象 我们是可以通过迭代来获取结果的 也就是当我们执行SQL查询语句 获取多个行以后 我们不需要使用这些 获取查询结果的方法 而是呢 直接使用Fore语句 来迭代这个优标对象 就可以获得所有的行了 那么这就是优标对象 所有的操作方法 主要包括两类 一类呢 是执行数据库查询 第二类呢 是获取查询的结果 当然 优标对象 也是有一些有用的熟性的 这里面呢 我们只介绍以下三个 一个是ArraySize SetInputSize 和SetAppSize ArraySize 实际上呢 就是 FetchManySize 这里面的Size 意思就是 当我们过去查询结果中 指定数量的数据行时 如果这个Size 我们不给它任何值 它实际上带入的就是ArraySize 就是这个 属性值 那么对于这两个 SetInputSize和SetOutSize 是用于在执行存储过程的时候 指定输入数据的量 和输出数据的量 那么这就是游标对象 在数据库操作中 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错误 当我们编制的程序 或者是数据库出现问题时 就会出现操作异常 操作异常 在数据库应用程序2.0标准中 也定义了一些标准的异常 比如它的顶级异常是标准的错误 然后包括两类 一类是警告 那么警告 就是错误比较轻 那么此时 可能这个查询会执行 但是会有一些警告产生 其次是Error 也就是在知识数据库查询 或者是建立连接 或者是获取数据库游标的时候 发生了一些错误 这些错误 它也有一个下一级的错误对象 比如说是接口错误 还是数据库的错误 当然这些操作异常 我们在实际编程的过程当中 是需要进行处理的 在数据库应用程序接口中 主要的三个对象 就是这些 另外我们刚才提到 在使用这些数据库查询的方法的时候 我们可以采用参数法查询 也就是在 这个查询语句的字符串中 不是把参数直接放到字符串中 而是使用一个参数 放在它的后面 在不同的数据库中 可能需要这种参数的表达方法 是不同的 因此在Python的数据库应用程序接口2.0标准中 要求对于标准的 这种应用程序接口 需要指定一个模块机的长量 这个模块机的长量 就是Parameter Style 那么也就是通过这个值 来指示 SQL查询语句中 使用参数时站位符的形式 那么主要包括以下五类 第一类就是使用 如果这个值为字符串 为这个字符串 那么站位符就是独立的一个问号 如果这个值是一个 是这个字符串 也就是Numeric 此时站位符就应该使用冒号 后面跟上一二等等 同样的 有的数据符要求使用字符的形式 来提供参数 那么这时候呢 在站位符的地方使用冒号NAM 那么也就是一个 SQL查语语句中 如果具有多个参数 我们可以给它写上名字 然后呢 使用字符来提供这个 SQL查语语句 然后呢 是Format Format呢 有点像Python当中的 像Python当中的字符串替换 当然这个替换仅限于字符串的形式 最后一种就是使用Python格式的 Python格式的这个站位符 使用百分号 后面呢 NAM 然后是S 注意这个括号里面的NAM呢 就是我们使用字符形式 提供参数的时候 这个字符的关键词 同时 如果我们需要替换的是 整形数的话 那么这里面的S 就要改成D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注意一下 这个参数的基本形式 下面我们来看 使用Python的数据库应用程序接口2.0标准 所编制的一个通用的数据库操作实例 也就是对于这个实例来说 我们只要切换数据库连接的参数 以及切换在数据库查询时 所需要使用的站位符 就可以实现 同时对多种数据库进行查询 而不需要大量的修改代码 这就是一个通用的数据库查询的基本程序 首先 在这个程序的第一行 导入了设计库配置的相关的 盘数 也就是这个 db set 那么我们从这个db set里面来看 在这个位置 我们首先导入了connect盘数 那么这个connect盘数是从 CQLite3导入的 所以它连接的数据库一定是CQLite3数据库 然后呢我们在第三行指定了数据库的名称 那么使用两个帽和中间加上一个memory 代表呢操纵这个CQLite3这个数据库 是在内存中的 而不是呢实际的文件 当我们导入了这个配置以后 也就意味着下面的所有操作 都是对CQLite3这个数据库进行操作的 也就是后台使用CQLite3数据库 下面我们继续看 首先在第三行定义了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是一个字典形式 通过字典形式 我们定义了对数据库的创建表的操作 以及向表中插入数据的insert操作 从表中查询数据的操作 CLite3 以及更新表的操作update 和删除表中某一行数据的操作delate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 它是如何执行这些CQ查询隐区的 首先我们调用了connect函数 也就是刚刚从CQLite3中导入的 这个connect函数 然后提供给这个connect函数一些参数 这里面由于是CQLite3 所以不需要提供数据库的服务器 IP地址 以及数据库服务器的专口 用户名密码等等 我们只需要提供数据库的名称 就可以建立连接了 那么当我们成功了建立连接以后 返回的就是一个连接对象 这里面我们有变量 viewend来表示 然后我们为了查询这个数据库 此时我们再调用这个连接的科词方法 来获取数据库操纵的游标 那么有了这个游标以后 就可以在后面使用这个游标来查询数据库 然后获取一些结果 以及操纵数据库等等 首先我们看下面第一次操纵数据库 也就是这个地方 调用游标对象的方法 然后呢传入 创建表的这么一个语句 也就是这个游标 这个语句就是用约 创建一张表 这个表的名字叫Deneral Table 然后在创建表以后 我们呢插入了一些数据 插入数据呢就是调用这个字典当中 insert这个关键字所对应的一个列表 这个列表呢就是同时向数据库插入了 四行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是啊 用for语句来便利这个四行语句 然后呢分别调用游标对象的这个方法 分四次来执行这个插入语句 当插入完成后 在31行又调用了游标的execute这个方法 来执行对数据库的查询 也就是获取所有的查询结果 然后呢我们直接使用for语句 来便利这个游标对象 就可以输出所有的 我们刚刚插入的这些数据 紧接着我们还是调用了 游标对象的execute这个方法 并且呢传递了一个update这个查询 设置来更改数据库当中的邮班数据 紧接着我们仍然 输出了这个数据库中的所有的记录行 最后我们还是调用了游标对象的execute方法 来执行一个删除一条记录的这么一个语句 然后呢我们再次输出这个表中的所有数据行 当然这个操作完成以后 我们需要执行呢 连接的 commit方法 这样呢提交事物 也就是将这些数据库更改 全部呢保存到数据库中 并且呢要关闭数据库连接 保存这个程序 运行它 那么通过运行结果 我们来看数据库的操纵 首先呢是创建表 当然它是没有输出的 然后呢是插入这些数据 我们向数据库插入 自行这样的数据 紧接着 显示了 所插入的所有数据 也就是自行记录 然后我们更新数据库 所谓更新数据库 我们这里面的update查询 实际上呢就是修改了第四行的记录 将地方记录的名称进行了改变 我们通过自行update的一句后 再次查询 数据库的所有记录行 可以看到 这个名称已经被修改了 同样的 我们执行了delete查询以后 将数据行中的第三行 也就是ID号V3的这一行数据记录 给它删除 那么我们查询得到的是 这个数据记录已经没有了 也就是只有1,2,4这三个行 那么这就是我们写的一个简单的 使用Python数据库 应程序接口2.0版标准的 这么一个数据库操纵的程序 当然如果你需要使用 其他的数据库来测试这个标准 就需要修改这里面的 一个通用实力 本节课的作业是 第一 了解Python数据库应程序接口2.0版的作用是什么 第二 连接对象的方法有哪些 以及 游标对象有哪些 自行数据库操纵的方法 课后你还可以执行一下我们的通用实力 并且呢 修改通用实力 以达到熟练使用数据库应程序接口2.0版的目的 本讲视频到此结束 对象的设计